李总 我已经联系策划部了 他们稍后会把那个方案给你发过去 好的 马总 你稍等一下 我这就把文件发给你 好 收到 李总 我会替你转告项目总的 我去哪儿逼一下雨呢 不行 高麟哥肯定还没有吃饭 我不能就这样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高麟哥 赶紧去我家多多远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等你啊 但是看你工作太累了就没打扰你 下这么大的雨不知道躲一躲 还好啦 就有点点小雨啦 我装梅花吧 我看你是要再生一次病了 才开心 才不会 生病对你又没效果 给你的 你还说我呢 你这工作起来一天不吃饭的毛病 能不能改一改 迟早未定 谢谢啊 不客气 你快打开看看 这次我可是非常认真写的 保证你上什么网站都找不出任何的相思 有没有很期待 本作家的大作 还不客客败毒败毒 小马 谢谢你 但是对不起 我写了整整一天 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对不起 对不起 小马 先去我家避避雨吧 雨婷要送你回去 进来啊 嗯 过来啊 别闻了 除了你没有别的女人来过 我这是灵了雨鼻子有点塞住了 我去给你拿毛巾 洗个热水澡别着凉了 好 刚才忘记拿衣服了 我看见你卫生间只有这件白衬衫 就先穿上了 你也没吃晚饭吧 我去给你煮碗面 去给你煮碗面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都饿了一天了 怎么能克服喝冰的 喝汤 原来看喜欢的男孩子吃饭 是件这么幸福的事 你怎么了 多大人还咳着 喝水 在喝水 原来不哭 还只要辣一杯 好不好 有你 適 哼 快 不是 会影片 哇 这么多 我吃饱了 才吃这么点 没胃口 你懂什么 女孩子在习惯的孩子 每天胃口都很小